說這個美國媒體的頭版報導 說這個新竹棒球場很慘 那昨天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們的老朋友凱西 也在講這個外媒 就所謂的外媒報導 那你看 這個就是外媒 這一篇 你看到的是全文 我絕對沒有刪減 因為我不做那種叉叉的事情 你看到的就是全文 你看到的就這個叫做外國媒體 這個叫什麼 Ball Park B-A-L-L-P-A-R-K Ball Park Digest D-I-G-E-S-T 說這個是美國媒體的頭版報導 說我們的新竹棒球場 這個多慘多慘 上面寫什麼呢 Poor condition for新竹 Baseball Stadium 這個什麼 Franc World Baseball Classic 那我下午跟這個蔡振遠同台 蔡振遠還虧我說這是什麼美國很重要的媒體 這個是美國很重要的媒體嗎 阿摩阿摩阿摩幸好我們我們我們的直播我們的聊天室我們在收聽的朋友這個遍及世界各地 你住在美國的人或是你曾經住在美國的人你有聽過這個媒體嗎 Ball Park Digest就是這個網站 這才是個網站 Micheal Young 你不是之前住在美國嗎 你在美國有聽過這個媒體嗎 那個誰啊 0224你有來嗎 我在美國也是有特派員啊 Micheal Young 你有聽過 因為我美國沒帶過我也搞不太懂啊 所以這個是什麼 他說這是什麼美國重要媒體 蔡振遠喔 因為我跟你講 我認識蔡振遠太久了 我也不跟他計較 高鴻安的助理費他都能講成民事糾紛的我就愛與包容啊 高鴻安的助理費叫民事糾紛 我不會跟蔡振遠計較的 大家認識這麼久了 我的我監督的對象不是蔡振遠啊 但是蔡振遠跟我講說這個是美國重要的媒體 我是修養變好 如果是以前喔 我在2100那個時期我當場就比較嫖啊 好但是我最近這幾年我也修身養性 你說是重要媒體喔 沒關係啊 反正我美國我也不熟啊 美國蔡振遠比我熟啦 他在哈佛拿碩士的他當然比我熟啊 對不對 他在北京清華拿博士的啊 蔡振遠在美國拿碩士 北京清華 北京清華是大陸 首區一職的這個學校 他在那邊拿法學博士 他書念的比我多啊 他在美國拿碩士 在大陸的北京清華拿博士 這個不簡單喔 但是呢我也虧一下這個蔡振遠的老朋友喔 雖然你在美國拿碩士 你在大陸拿博士 可是也不表示你講的都是對的啊 不是嗎 你的碩士跟博士我想應該是真的啦 你的論文應該也是自己寫的 可是不表示你講的都對啦 好這個我虧一下這個蔡振遠喔 好 那這個你自己看喔 這各位各位同學我們就講的很清楚說 我認為喔 以我對媒體的粗淺了解 媒體我應該是比蔡振遠懂一點啦 略懂一點啦 以我的判斷喔 這個是一個美國的運動網站 好 就是說在美國的這個 這個體育活動非常的 這個喔 欣欣向著 他們有很多什麼什麼 美式足球 NBA 其實美國他們最喜歡的並不是你想的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職棒大聯盟什麼並不是喔 在美國最他們最喜歡看的是美式足球 還有那個曲棍球 曲棍球我們台灣不怎麼看啊 好但是美國加拿大看曲棍球的可多了喔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NBA 還有這個Major Leader 就之前王健民啦 這個陳金鋒啦 這個什麼曹錦輝啦 陳維英啦 我們我們現在在美國之道大聯盟 這幾年比較慘啦 除了張玉成 跟那個林子偉之外 其他的實在是這個喔 不像不像日本啦 日本人家有那個大股賞品一個就敵 他們日本還不只大股 還有那個打筆修友也非常厲害 我們是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那以我的出錢了解就是 我認為他是一個美國的一個 其實他就是一個網站 你說他是媒體嗎 我比較保留啦 因為我不曉得他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紙本或是這個 這個這個YT 其實我不知道 那你說他是美國媒體 或是所謂的外國媒體呢 我是覺得有點誇大了啦 但是呢這個新竹市長高鴻安就落井下石說 這個丟臉丟到國外去啦 這個沒關係嘛 因為因為我跟你講 我也不是怪凱西 我要跟我要跟所有的聽眾朋友講 如果我不是做這個工作 我也不會去查這個網站 對不對 譬如說我今天我是市農工商 我是其他的職業 我管你什麼 我也會被我也會被認知作戰 喔你看 哇新竹棒球場丟臉丟到美國去了 美國的媒體頭版報導啊 這個這個哪叫 因為如果他是一般的我們所謂的網站的話 是沒有頭版的問題啊 像我以前在這個電子報服務的時候 如果我們一天喔 24小時之內我們頭版可以換好幾十個 我們是一直在換頭版啊 因為我們要搶這個Page View 要搶這個點閱率 我們頭版是一直滾動之後 上網站的頭版是一點價值都沒有 那哪有什麼意思啊 你有本事你要上紐約時報的頭版 你在英國你上泰伍時報的頭版 喔那這不得了 好或者你上這個這個華盛頓郵報的頭版 哇那這不得了 你上一個一個網站的頭版 這個我我認為是沒什麼 那我們看這個 這個 為什麼我說他是個運動網站呢 因為他他不是講說我們的新竹棒的場挖束電線嗎 結果你看喔 這一篇報導的最後一段 他中間又引述那個 ANN K U O啊 ANN就是安吶 安就是高鴻安的英文叫做安吶 K U O就是這個高嘛 就是這個 他在引述的這個MAYOR 就是高鴻安市長的一些談話說 他最後一段寫什麼 我翻譯給你聽 這個美國的這個網站他寫說 啊你們新竹棒球場挖出電線 然後呢 美國職棒大聯盟的巴爾地摩基因隊 巴爾地摩基因隊就是以前陳偉英 從日本職棒轉到美國的那個 巴爾地摩基因隊 其實他在他在基因隊投的是最好的 那後來就比較那個 他說 他說巴爾地摩基因隊在春訓的時候 曾經在某一個球場 美國的球場 挖出 鋼筋啊 就是那個 蓋房子的那個鋼筋啊 我們是挖出電線啊 他們是挖出鋼筋啊 那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50步校百步啊 所以我想請問高鴻安 這個叫做丟臉丟到國外去嗎 我覺得用50步校百步應該比較貼切一點吧 我們先進廣告來